同学们大家好 之前的课程我们已经完成了老代码到新代码的迁移 接下来我们对之前写的代码做一些优化 打开我们的代码 首先进入到decorator.ts这个文件里面 大家会发现路由是在这里面定义的 其实我说decorator装饰器 它不应该去负责路由生成这块的内容 所以我建议大家在你的根目录下 src目录底下去创建一个叫做router.ts的文件 然后把路由的创建放到这里来做 express 然后export efort router 我们在这里去返回一个真实的路由 那么在decorator里面 我没必要去自己创建一个路由了 把这块路由的引入也干掉 我们直接去引入外部的这个路由就可以 import router from上级录下的router这个文件 当然这里改变了 实际上我的index.ts文件里面 也要做一个修改 这里面它是从decorator里面引入的路由 现在我引入的应该是当前录下的 当前录下的router这个文件保存一下 我们运行npm run第一位 ok 然后我们进入到浏览器 刷新 点登录都是正确的 所以现在我们这块的修改就完成了 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下decorator.ts这个文件 之前大家往下翻了 这块我先关闭掉 往下翻你会发现在这里 我创建了几个装饰器 分别是get post put和delete 但实际上这块是有问题的 我说get request decorator 它去传入的这个type的类型 其实只能有两个 一个是什么呀 一个是叫做get 一个叫做post 因为大家仔细来看 你controller这块 它的这个method的类型 只能接收get和post的类型 但你下面现在能传无数种类型 就说明你这个类型检测是有问题的 其实你传入的这个类型 应该也是method这样的一个类型 也只能传这个get和post 但是这块因为涉及到多个这种方法 所以建议大家加一个s 那么这块也补一个s 回到下面这块也是补一个s OK 补完s我们再来看 这块就都报错了 怎么写能够不报错呢 这块就不能用字符串 而是要用每举类型 对应的具体的像 method.get 当然这是一个s 下面这块我们用 messers.post 这么去写就不报错了 然后下面这两个东西 我先给它干掉 保存一下 OK 再回到我们的页面上刷新啊 大家 依然可以正确的显示 说明我们现在代码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那么回到代码里面 我们继续来写 现在的这个decorator.ts 我们放到了controller下面 其实呢 我们可以把它拿出来 单独放到一个文件夹里面去 我们可以在src目录下 创建一个叫做decorator这样的目录啊 在这个目录下 我依次的把这些文件里的内容啊 依次的拆理出来 首先呢 我去创建一个叫做controller的decorator 好 把decorator.ts文件里 controller这块的代码 我们剪切一下 粘贴到controller.ts这块 特别提是 messor router都不存在 我只要把这两个引用 拿过来就可以了 那么我在这儿 messor我复制一份 粘贴过来 而router呢 我们也去复制一份啊 剪切一下就行了 因为别的地方用不到 OK 在这儿 这么去写 行 现在呢 我们就把controller这个装饰器 挪到了decorator这个目录下 然后我在decorator目录下 再创建一个文件 叫做index.ts 我去export 行 from 当前录下的controller 意思就是 其实它是一个对外的引用录口啊 那引用录口有什么好处呢 现在我们来看啊 现在装饰器写好了之后 我们把这块的代码精简一下 做一个保存 现在代码肯定是有错误的 我们哪里用到了刚才controller那个装饰器呢 是不是在两个具体的这个controller里面用到的这个装饰器啊 现在这个装饰器 大家看其实是有问题的 那在decorator这个文件里已经读不到了 我需要从别的地方去引 从哪去引呢 我们依然把controller这么去洗 from 哪里呢 我们往上找一层 再去找这个decorator目录下的index.ts文件就可以了 当他去找index.ts文件的时候 他里面呢会去找controller里面导出的一些东西 controller恰好导出了一个东西 那他先导给index.ts index.ts获取到之后再把它导出一层 那么其实就衍生出我们在我们的控制器里面 直接去引入decorator下面的index.ts文件就可以了 这个文件呢会帮助我们再去引 这个controller.ts文件里面对应的这个controller装饰器 OK 所以这么去写呢会让我的代码呀 引用起来方便一些 OK 保存一下 同样打开logincontroller 也是一样的 我们把cornercontroller里面的这个装饰器的引入复制一下 粘贴到logincontroller里面来 然后把上面这个controller就给它干掉了 行 保存一下 我们到页面上刷新了 登录 没问题 好 刷新 然后展示内容 没问题 说明我现在的代码呢 也是正常的 我继续来改 我关闭掉这些东西 打开decorator.ts这个文件 这里面呢会有一个use这样的装饰器 一样的 我也在decorator目录下 创建一个叫做use.ts这样的文件 然后我把decorator.ts里面 use这块的内容 减转移一下 粘贴过来 它会说 reflect metadeta里面的这个define metadeta找不到 那只要在这儿import reflect metadeta就可以了 request handler呢 我们一样从decorator.ts里面去把它剪切过来 删切到use里面来 OK 这也没问题了 那这个装饰器我们也拆出来了 只不过记得啊 这个时候要在decorator目录下的index.ts里面 一样的 export新 from当前目录下的use.ts对吧 好 再做一个间接的这种导出 那么在crawler controller里面 我们就可以不使用这个use了 而是使用上一集目录下的这个use装饰器 同样的login controller里面也是一样 这里面呢我们没有用到这个装饰器 OK 那这块就不用改了 接着我们继续去改这个decorator.ts 这里面呢会有这样的一个请求相关的装饰器 那么我就在这里创建一个叫做request.ts 然后把这块的东西我们剪切 粘贴到request.ts这个文件里面去保存 一样的 那现在它也被迁移成功了 迁移成功之后在index.ts里面 我们还是要把它引入再导出request对吧 OK保存一下 然后我把decorator.ts这个文件就可以删除掉了 回到crawler controller这块 的get方法从哪拿呢 我这装饰器从上级的地址去拿 同样login controller它的get post装饰器 也从上级都去拿 OK保存那我们现在的代码是不是看起来我把整个这些变更的文件都关闭掉啊 大家看不如结构是不是看起来更清晰一点啊 是不是有点像现在我们常用的一些高级框架里面的一些写法啊 首先controller里面你去写各种各样的逻辑 而decorator里面呢写的就是我们各种各样的装饰器 好 代码优化到这个程度之后呢 我们现在整体对我们ts的编写再做一次review 看一下有没有一些地方对类型可以做一些更好的优化 我们打开index.ts这个文件 这个文件呢其实就是一些过程化的代码 使用路由而已 我们就不去改良了 然后关闭掉 像roater.ts文件 我们也不去动它 包括之前我们写的utils这样的通用类啊 我觉得问题都不大 所以这块我们就都不动了 但是我们要看一下我们的controller文件啊 controller文件里面这一块没问题 checklogin这一块 其实我们可以优化 优化在哪呀 因为checklogin这个方法 它的参数是这样的 但是它呢应该加一个返回类型 应该是空对吧 这样更严谨一些 也就是说它没有返回类型 OK 一样的 我们这一块呢 get data也没有返回类型 那show data也没有返回类型 首先我把这个void都加上 同样的打开logincontroller 那么这块也要加一个void 这块也加一个void 下面再加一个void 这样的话我们类型就更严谨一些 回到我们这块的代码 我们再看看有没有可以优化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checklogin这个方法 itlogin它的类型推断 现在是一个any类型 但其实它应该是一个void类型的 那是因为这块啊 我们这么去写login 它不知道是字符串还是void类型 所以它推断出这个东西呢 它就是一个any 那怎么去做 可以让它推断出一个void类型呢 我们可以在这儿加一个火号 给它来两个tan号 就让它转成true再转成false 或者转成false再转成true 这样的话 itlogin推断出的内容就一定是这种void类型了 它就会更严谨一些对吧 那往下去看啊 像这块都没有什么问题 analyzer corner这块应该OK的 你再往下看 result和position的类型 都是string类型 所以这块改到这里应该就OK 我们关闭掉corner这个文件 再去看logincontroller这块 logincontroller这块呢 也存在islogin这样的一个问题 所以我们也可以加两个tan号 往下去走 password等于等于123 这块只是复制啊 就没有什么问题了 下面这块也没什么问题 那islogin又遇到这个情况 我们可以这么去写 当然呢 我们也可以封装一个方法啊 把这块的东西放到这个方法里面去 怎么写呢 我们可以判断是否登录啊 写一个islogin ok islogin呢 我们可以把这个req传进来 它是一个body request的类型 然后呢 我让它返回一个什么呢 返回这个内容 对吧 所以它返回的内容呢 应该是一个boolean类型 OK保存 这块我就可以用 this.r islogin 然后把req传递进去 看你不传 它会爆错的 OK 那下面也是一样的 这么写就可以了 写完了之后呢 这块我们的逻辑 也处理的差不多了 我们现在再回到浏览器看一下 确保现在代码是可以正常运行的 他说islogin找不到 我们看一下哪里有问题 回到编辑器 我们来看islogin之所以提示问题 是因为我们的这个layer 一直没有被实力化 所以它的this指向呢 在TypeScript里面 是一个undefined的类型 那怎么解这个问题呢 我可以先把它变成一个 static静态的方法 然后我们去用它的时候 用login controller下面的这个方法就可以了 改一下保存 我们再回到浏览器 刷新 没任何的问题 刷新 OK 登录和退出也都正常了 那这块的代码 我改写成这个样子 就OK 行 关一下这块的东西 我们再回到decorator里面 一个个去看 有哪些可以改进的点 首先 controller的类型 是一个any的类型 但实际上大家知道 target它是一个构造函数 那构造函数的类型 我们可以怎么去写 首先构造函数 它是一个函数 我让它的返回结果 先是一个空对象 然后呢 这里面呢 它可以接收各种各样的参数 我可以把它汇总到一个叫做 rx这样的变量里 它呢 里面的每一个类型 我可以给它一个any类型 然后这块返回类型 我也给给any了 好 它是一个构造函数 就意味着 外层要有一个new 对吧 有一个new之后呢 最好再加一个花口号 表示它是一个构造函数 保存 当然这样写会有一个问题 我们把这个花口号先去掉 这么写是OK的 好 再往下看 那这里面呢 我们看一下哪些东西 我们还可以给它一些类型注解 handler这个东西 能不能给它一些类型注解呢 我们一会儿再看了 先看pass 它的类型一定是一个stream类型 我们可以加一个stream类型约数 handler这块呢 它指的是具体的你controller里面 对应到某一个方法 或者某一个变量 它到底是什么 有可能它是函数 有可能它就是一个基础的属性 所以它的类型现在不确定 那给一个any 我们先不管它 先放在下面 而middleware呢 它的类型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呀 它其实类型应该是一个 像express里面这样的基础的函数 那这个函数的类型 其实我们可以引入 requesthandler这样的一个类型 OK 那这个类型大家可以点进去看一下 它会有一个res 有一个response 还会有一个iq request 那还会有一个next 这个function 对吧 这块 middleware肯定是这样的一个函数 所以我的类型要求它是一个requesthandler 那写到这呢 就OK了 我可以把这块handler的东西去掉啊 因为大家想啊 我进来的时候一定是handler是存在的 因为我是在handler上面去写装饰器的 所以它一定存在 这块就没有必要再去写一个东西了 保存 这个装饰器我们就先改到这里 应该是OK的 再去看一下request.ts 这里面呢 我们写了一个method OK 然后用了一个passstring 这块是一个any类型 好 request现在这个target指的是prototype 那我们怎么写呢 我们现在有两个controller 实际上大家可以在这试验一下 我import 行 当然在controller下面 我也可以创建一个index.ts的文件 它去干什么呢 export 新 from 当前幕下的caller controller export 新 from 当前幕下的login controller 保存 然后在这里 我就可以import from 点点杠下面的controller 这块我写错了 OK 这块我加个发口号 我可以引什么呢 我可以引corner controller 这块没提示 我们看一下问题在哪 import controller export 新 这块是没有问题的 而我这个request 是往上一层找 去找controller 也没有问题 这块呢 我就可以直接写 caller controller 当然它这个语法 其实可能有点问题了 caller controller 我复制一下 原因是什么呢 原因是这块 我没有导出 export一下 login这块 我也export一下 这个 东西 保存 在这里呢 我只引入 corner controller 然后呢 那么 target的类型 如果我只给一个 corner controller 保存一下 大家看啊 那 corner controller 里面 去用这种 get装饰器 或者post装饰器 都没有问题 但是 login controller 里面 你想用它的时候 就用不了了 为什么呢 因为我装饰器里面 加了类型 我要求啊 你传入的这个 类 必须是 corner controller 不能是 login controller 如果 你想 适配 login controller 你可以把 login controller 也放过来 做一个联合 类型 保存一下 那么现在 就又可以了 而且这块 我们限制的 就比较死啊 OK 保存 下面呢 我们再往下翻 这块都没什么问题 我们再打开 use.ts use.ts呢 这里面我们使用了 这个中间件 对吧 OK 那么它的 这个target 也是一个 这样的 东西 我们把它粘贴过来啊 也是一个 类的prototype 那么这块 我就可以写 query controller 或者 login controller 当然这块呢 其实 意并不大 我只是在这里啊 给大家去做一些 这种类型的讲解 联合类型的一些复习而已 好 这块我们都写完了 写完了之后呢 我记得之前啊 这块有一个 messers 对吧 这个messers 不仅仅 它用了 其实在别的地方 还有一个messers 我们找一下 我上去翻 这里没有 login controller 里面 也没有 那在controller 这里面 我们用了一个 messers 大家看 而在request这里面 我们也用了一个 messers 这两个messers 是重复的 那我可以怎么做呢 我可以把 request这块的messers 导出出去啊 export 然后在request 然后在controller里面 我们去import messers messers 爬取内容 展示内容 展示内容 也都没问题 那现在代码 改到这个程度 依然是OK的 我们关闭掉这些文件 继续再来说一说 其实啊 整个项目里还有一些小的细节上的问题 其实大家可以改的地方非常的多 比如说这个controller 它现在呢 大家看 就是一个controller 那一般来说 我们去写这种框架的时候 这个controller前面都会让你写一个这种前缀 比如说ABC prefix 对吧 那意味着就是当你访问ABC下面的get data的时候 才会去走这块的逻辑 如果想做到这一点 我们该怎么做呢 我们可以对我们的controller做一个扩展 打开我们的controller 在这一块 那它导出的就不是这样的一个函数了 比如说 外层包裹一个函数 叫做root 那和类型是string 然后return一个function 把这段代码呀 拿到这块来写 OK 然后当你去收集完了路由这种信息之后呢 你要创建路由之前 你要在日定一个叫做full past 它等于什么 它应该等于root 加上一个 或者说这么句型 然后那叫做一个语法 变成模板对吧 不是紫图串模板呢 到这 pass OK 它应该等于这么一个东西 然后下面呢 你的这个路径用的是full pass就可以了 当然 其实在这一层你要做一个判断 如果pass呢 比如说我这里传的就是一个反斜杠 那么下面你直接用反斜杠get data就好 可以把这个忽略掉 如果你传的是ABC的话 那这个反斜杠就不能忽略了 所以这块有个逻辑 那你要判断 root 是否等于 这个反斜杠 如果等于的话 那么你让full pass直接等于什么就行了 直接等于pass就行了 这块应该一个三个是问号 然后 如果它不是这个反斜杠的话 我再去让它做拼接 保存一下 这就没问题了 然后我这里把controller前面加一个 跟路径 保存 同样的在login controller这块 我也可以加一个用路径 保存 那么大家回到浏览器上 再刷新 退出 一样没问题 那展示内容 OK 它提示请先登陆 展示内容 我们刷一下 它提示请先登陆 回到首页 OK 刚才没有刷新 然后登陆之后 我们再去进入到这个首页 进入到展示内容这个页面 好 我们再对代码做一个修改 我们找到croller controller这块 这个AB c保存 回到页面上 我们刷新 这个时候我就访不了了 怎么才能访问呢 我加一个abc才可以回车 OK 是不是我们的controller就变得更加灵活了 可以 讲到这里呢 基本上我们对之前的这种代码 做了进一步的优化 那这节课的内容就给大家讲解这么多 大家加油 同学们大家好 之前的课程 我们先讲解